好 各位朋友 早晨 又是我們孤盡天下事的時間 各位 我們今天講這什麼題目呢? 最新出爐的應該就是一份很出名 大家都應該看到眼火爆的一份文件 七千多次港府回應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一份報告 就是說人家怎麼生安白做它 左派的宣傳也很重要 我今天做節目之前都在文匯大公裡見過 他們真的一發動的話 全部人在大公文匯裡面寫文 來評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報告報告 那份文件其實是這樣的 它27號那天出的了 我覺得特區政府已經有準備了 因為那個報告在2019年9月已經交了 交了之後經過一段這麼長時間的審議 那民營權委員會有結論了 審議完之後 在審議完之後有結論發出之前 開了三日會 給你特區政府去解話了 那已經 就是當時 政制國內地事務局長還帶著官員去網上開會 解了三日話 但是人家當然不相信你了 那結果就在27號中午出了那份結論 那份結論的文件很短的 十二頁都是六千多字而已 但是就真的很具體 還有很多地方就有了數字 也都有了建議 所以就 我看完之後覺得你真的很難反駁 人家就是有裝有證 還有很簡潔的那個問題 但是特區政府似乎有準備 那當晚很快 十三個小時之後就出了一份七千字的 接近七千字的文件 就是回應 那這個文件呢 就是第一我覺得最有準備了 第二呢 就事實上都是很明顯 就是一貫作風 就是 爛仔語言 就是你說你的 我照說我的謊言 香港在97年之後才有民主 那樣的事情 很多人都沒有絕對的 新聞自由沒有絕對的 言論自由沒有絕對的 集會自由沒有絕對的 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沒有誰 就是 就是選舉制度是 否則是採握的 就是講這些事情 那 就是我覺得 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其中一個 基本價值的真相 那 我們真的要 就是篤爆這些謊言 也不要被這些謊言主導了 我們真的要告訴大家 就是 充斥著那七千字的回應 都是一些謊言 假話 政治語言 鬥爭語言 對於人家指出的事實 就完全沒有一個很具體的回應 講的話 也都事實上不盡不實 譬如說 講到那些人 為什麼要制定了安法 因為當時有極端的暴力 但是他完全不講 就是警暴 完全不講721 不講831 不講當時大家要求政府問責 不講警方首先使用暴力去打壓和平示威者 不講政府動員黑社會 對啦這些他不講 所以其實整篇文章很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們都要放在網上 把兩個對照給大家知道 哪些是事實 哪些是假話 讓大家也有個資質 剛才說到把兩個文件放在網上比較 其實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技巧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會想怎樣去揭發方言 才算 要想很多方法 當然 首先有一些就比較探究一點 或者甚至可能比較 對很多朋友來說 都可能比較要時間要閱讀的 但是如果在網上 在這6年其實很多網友都用不同的形式 在挑戰極權專制 或者甚至獨裁政體裡面 他們製造出來的謊言 空話、謊話和假話 其中一個他們經常用的方法 就是把兩篇文字拼牌 然後用箭嘴指出他們的謊言之處 這個其實可以達到一個視覺 和一個能夠是令到一些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謊言 我問回我的朋友都知道 他是在說謊言 但是我們為什麼好像是不厭其煩 不斷去再做這些這樣的教材 這些這樣的文章 或者這些這樣的 既然政府有大外宣問 一定有我們的一個宣傳 最主要原因就是不一定要提醒人 不是說因為這些是謊言 我們是忽視 或者是謊言 這些我們不聽 我們不是說他們聽那個謊言 我們要告訴他們為什麼這個是謊言 和你同意告訴別人 就是這些其實是謊言 理想的話 你只不過是窮固 甚至是令到你去到一個絕望的一個景點 所以我覺得 剛才中尚想想過 把兩篇文章去講 其實都是一個 在現在方面 用不同的軟件 無論是Photoshop 或者Work 或者各樣的東西 都可以做到那個效果 甚至可能抽一段 他講得很大很誇張 但實際上 他只是吹到一個很大的氣球 但原來 你只是用一支針一刀 是一個爆氣球的一個狀況 也挺有趣的 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做一個與你分析的話 你會看到現在那些人 一個月到達十幾十萬人工 寫這些文字 其實真的很可悲 比如說回剛才那段 他們說 他們在97之後 在香港才取得一個民主的發展 那段文字其實是很搞笑的 一開始的時候 我讀出來給大家聽 97年之後 回歸祖國 香港特區的民主 就取得非約性的發展 那你這樣開一段的文字的話 你當然期望他整段 是講民主怎樣去發展 多了多少議席 民主成分是怎樣高了 怎知道整段裡面 到了後來 他就告訴別人 愛國者治港 或者外國者統治一個地方 其實是世界的準則來的 這個就是無謀爭辯的了 這個跟民主有什麼關係 其實他這類自己露出尾巴的表現方式 在他的文件裡面 很多地方都有的 譬如另一個例子很清楚的 然後各個文件就指揮 香港政府利用抗疫那些問題 可能就是 再對一個集會 人群聚集 這些逐出不合理的限制 那麼他反駁的時候 他就說 因為要處理這個疫情的問題 2019年之後 所以才要作出一些緊急的法例 去作出這些限制而已 那麼說完 這就有一個解釋 但是他即時在後面再加了一句 就說其實這個世界上很多地方 都有對集會遊行作出什麼限制的 其實你前面說的那個是藉口 他自己即時就公開自己的藉口 那類似這些這樣的行文方式 在那些文件裡面相當多 那你都看到 其實特區政府真的是毫無忌窮 就是他現在除了用一些鬥爭語言 共幹語言 革命語言之外 那基本上就是 擺出來的姿勢就是 你說你的 我照說我的謊 不理你不理你說什麼 說了之後就叫交到差 這樣 還要越激越好 那整篇文章那七千字 就是這樣寫這些東西 所以說看到你血壓上升 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就 正如Bankton所說 你只要一對照 你已經知道錯漏百出 而且是根本是前言不敵後語的 那你講到這個圖書館下架 跟著說依法辦事 但是他也講到圖書館將這些書下架 那他也講一句 就是不能夠接受圖書館裡面 管藏一些 就是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 或者可能違法的書籍 那你這個可能 還有這個所謂 危害國家安全 這些全部都是主觀判斷 就是放在那裡 有正義政策 所以其實他自己 其實是老屈 不斷在說這些事情 是自己敵人自己 這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即使你不用做很多事情 一對照來看 就知道是很錯漏百出的文件 即是如果你說 作為曾經肯居住過香港的朋友 好像我 或者可能阿忠Sir 或者阿楊才算 你看到這個政府 是真的差不多 我覺得打個譬如 是一隻狗 他嘗試去扮人 他嘗試扮人說話 扮人穿衣 但是原來呢 發現到他的尾又突出 而且尾又很長又多毛 哇 你會看到一件事就是 滑虎不成反翅犬 就是這樣的情況 當然我明白一件事就是 你政府裏面的人 當然要交差的 但是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這個政府 我現在有一個俗稱 叫做一日製造一個災難 這個也可以是 一日製造一個災難 其中一個 我經常覺得可以做一個 一連三百六十五日的日記 就叫做一日一災難 如果將特區政府這些 醜事一日一災難這樣放下去 都是一個挺有趣的一個 用一個創業來對抗敵權獨裁 和專制的一個手法 我反而會看到他 會不會他對外回應這些東西 他已經代替一個解決問題 第一 第二就是剛才你所說 每天跟他做個紀錄的話 會不會在一年之後 他出的聲明越來越長 現在就七千字 將來就萬多字 讓你看光它 即是他現在的做法 就不管你信不信 總之你講一句 他就講了十句 沒錯 你說六千字 他寫了七千字 叫做擺在這裡交差 這樣 也不管你信不信 所以其實現在的做法就是這樣 大家也明白 不會有人相信 所以我剛才說了 七月那三天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給了你機會解釋的了 他們已經知道了 所以他才會準備好這份文件 其實阿楊剛才說的 都說得很對 他現在的做法就是這樣做 等於我也說過 我最近聽過新聞吳界的朋友 一個在國際公信力的傳媒 做記者 做correspondent的外國人說的 他說他們現在華街日報 Bloomberg那些 其中他們行家碰面聊天的時候 其中一個衡量自己適合的指標 就是收到幾多封 特區政府高官發給他們的 OK 這些信 就像他們做得好 就是他們自己行家 這樣說笑 你知道過去一年 政府發出了五百多封信 給不同的傳媒的 總之你說他們就說你偏見 說你說謊 說你歪曲事實 說你斷章取義 然後說你不理解 這些輪流出信 現在做那些高官 常備也好 局長也好 最經常做的就是寫這些信 他們行家就說 我們現在做這個來判斷自己做得好 可以給他一個名字 這些投訴信 是這些叫什麼 今次新聞大獎 新新聞大獎 新新聞大獎 收到政府的信 那給會工會的新聞大獎 更加有意義 那個新聞大獎 竟然是大公文匯獲獎的 其實我經常在想 如果Crew有一天 終於給一些市民媒體點名 用一個A1的蝙蝠報 跟我們三個做過的好事 報復過我們做的什麼來做 煽惑啊 各樣的事情 可能都是一個榮耀來的 真的 大家都很覺得 找這些人幫我們再宣傳 那當然不是我們期望 有這樣的宣傳形式 但是 在一個極權專制獨裁國家裏面 它點名針對某些人 事啊 媒體啊 或者甚至組織的話 其實都很大程度上 都代表這些組織 因為產生影響力 而對他們有一種威脅 而導致它真的要用這樣的形式反擊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 我們從一個政治心理學裏面 理解的那種 權力之下的某一些條件反射作用來的 當然了 我們經常揭去倉巴 就是 把他的背脊 大家都知道 其實香港政府 現在都不相信專家說的話 專家跟他們說什麼的話 好像醫療那樣 盧寵莫就叫人們收聲 不要再說關於抗疫的事情 接著最近的話 有個語言政策的可能的轉變 大家都應該知道了 人家已經大學裡面說明 用普通話教中文的話 其實是無助於提升這個中文的水平 但是呢 蔡若蓮就出來說 在條件容許的情況之下 香港將來是要實行這個普教中的 大家兩位有什麼看法 他說全面用普通中文來教學 他意思是說 真的很誇張 就是 早幾年有些學校試了一輪之後 都得到結論 就沒有幫助 才是有些名額都要撤回的 但是現在就 現在就向北京表忠 就說要全面用普通教學 還說多一句 不懂普通話很吃虧 接著說李家超就出來呼應他 我這麼巧都不是 你看李家超就知道了 李家超普通話說得很吃 英文就聽不懂 廣東話都說得很吃虧 那他現在就很好處 還做特首了 所以我結論就可能 跟蔡若蓮相反 你普通話很差 廣東話都不行 英文就更差 這些可能現在香港有運行 你不見了 澳母出世安 那些人趨世安幾點就做特首了 蔡若蓮間沒有看報紙 沒有看新聞 才亂說的 是啊 這個 因為為什麼呢 我自己本身在社會事件發生之前的話 其實左中右的朋友都很多的 我當時其實是做過一間叫做 普通話研習社創意科技小學的校董 普通話研習社大家都知道什麼背景 所以其實他們這一幫人 其實是推普了四十幾年了 七十年代至到現在 他們現在的思想已經有一點偏激 如果你問我 他們主事那幫人 竟然現在開始推銷一個說法 就是說 普通話才是香港人的母語 他們覺得用普通話來教中文的話 是天經第二的 所以其實他們都跟港府那邊做了很多遊說工作 要他們盡快去行普教中的政策 似乎現在開始做的事情就適合他們的河車了 就是普教中當然我覺得有 你說它完全沒有理由也都不符合事實 因為如果中文科 而中文是普通話是國內的官方語言 你也可以這麼說 普通話是在華人社會 就算是在台灣 在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一種官方語言 我覺得你這麼說也能說得通 但是如果你說香港人的母語的話 這個真的有點歪曲事實 偷換概念 偷換概念 香港人母語就是廣東話 廣東話的歷史 以至廣東話的文化內涵 其實有很多語言學家都說過 實際上比北京土話更加柔軟的 但是現在問題是時勢不同了 但是我覺得時勢怎樣不同也好 都是我們講的原則 不可以偏離事實 我們就要講事實 而且不是因為政治需要 你才吞某一種語言 剛才我想阿忠Sir或者阿養都提過 就是就算你說要學普通話 那不是所有用中文售貨的科目 都是用普通話教授呢?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就是令到香港的中世會會另一輪 另一輪繼現在移民潮之後 一個另一個震撼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 如果你說純然是蔡若蓮 因為要應付官員的需要 你放了這樣的狠話 但是被人看到你根本完全沒有任何 當然你可以說突然間你叫教大 要做一些用普通話做教學語言的一些課程 來到去好像跑數那樣 當然可以了 但是實際上你想一想 你認識普通話是否等於你認識教學呢? 所以你一個官員坐在冷氣房 外面香港三、四十度 在那裡用一個屁股想事情就容易了 但是你做出來的那種災難性影響究竟會是怎樣呢? 就是他完全對現在香港私生移民潮問題 當見不到啊 找一些很爛的一些理由 他們喜歡去哪裏住就哪裏住 哪裏讀書就哪裏讀書 就是等於我們剛剛都會想到就是說 如果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政府 一個政權用大話 來做一個管治的手段的話 究竟會是怎樣呢? 就是我經常覺得 就是當然其實歷史上 都有很多不同的專制獨裁極權的一些政權 是以謊言來進行他們的統治的 但是大家看到歷史的紅樓會是怎樣的 無論三十年代意大利、德國 或者甚至是日本皇軍時期 他們的下場都很悲慘 所以我經常覺得我和阿楊讀歷史的 為什麼我覺得對未來始終都有一種盼望 就是因為歷史告訴他 其實這些政權始終都陷在 或者陷在那個歷史的紅樓裡面 嗯 我覺得就是 我自己個人 你說用普通話教中文 我也勉強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說用普通話 全面教學 我覺得真的很糟 因為香港 大家幾十年都說英語教學 但是實際上很多學校 所謂英語教學都是有名無實的 都是用廣東話而已 是吧 那個結果大家看到的 香港過去幾十年的發展 很清楚的 但是你現在說用普通話 全面教學的話 就是扭曲了整個語言的結構 事實上對於香港學生的學習有什麼好處 不過現在很沒辦法 政治上 有很多人就為了要向北京靠攏 就要出賣香港 我看到反而來到英國 很多人 很多移民過來英國的人 有很有趣的現象 他們那些子女在學校裡面讀書 他們不會選擇 就是 中文作為第二語言 因為他們說 因為在學校裡面 選中文作為第二語言 就是選普通話 他不想學普通話 反而 就寧願安排一些子女 參加社區裡面的香港人的社群的活動 希望他們繼續維持一個廣東話的語言環境 繼續學懂廣東話 不要因為來到英國就不懂廣東話 不懂廣東的文字 甚至最近有些新的發展 我知道有一些香港過來這裡的人 是開一些用廣東話搞的故事會 我覺得這反映了事實 很不幸的 中國人的歷史就是這樣 禮失求諸野 1949年 前目常軍禮 他下來香港就搞新夏書院 為了承傳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 到今天 有香港人走過來英國這邊 就搞這個故事會 要承傳香港的文化 這個就是歷史不幸的循環 這個不幸循環是誰造成的呢? 我希望大家也詳細想想一下 是啊 我之前也跟朋友說過 其實英國現在某程度上 好像現在 1950年代的香港 那時候就因為 你過不了關去中國的那邊 很多時候你是要去到香港 去觀察中國大陸 現在連香港本身都出了事的話 其實我們需要一個地方 來去集合一些 可以觀察到真正的一個 香港文化的承傳的話 那英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不單止文化 歷史、語言那裡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範疇 我們要找地方來去 令到這些東西 可以安身立命 所以英國將來還演的角色 都應該是相當之重要的 是啊 是啊 所以 說回語文那裡 我還補充一點 就是說 蔡若蓮現在搞這些事情的話 在語言教學或者教育 基本上來說 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問題就是 作為一個政治的舉措來講的話 其實你現在不做的話 就會失去一個最忙的機會 一來就是說國安法那裡 現在已經沒有人去做出任何的反抗了 他們現在搞什麼東西 公社科的話 用一個很左的名詞 叫做什麼 敲山震虎 就是要他們去震懾他們 要他們做足 變成國安法是賦予他們這個權利 所以現在有最佳的時間 做一些他們要做的事情 第二個因素就是說 現在移民人數很多 無論是師生都是很多移民 變成就了這麼多老師的時候 其實現在他要請人的時候 多一個要求就一定要講普通話的教學 對於他來說 可能只不過有一個行政上面 多一個要求 但是可能就達到 可以幾十年的一個政治的目的 可以突然間做得到 也不一定 現在無疑就是搞定了傳媒 沒有了反對派的政黨 立法會議員也不會理會的情況下 政府就可以為所欲為 所以其實近期還有很多事情 基本上都是在破壞香港的 對香港的好處都沒有的 我相信這一點大家一定要知道 在香港現在被他壓著來砌 變成我們很多人都很希望在不同的環節 繼續保持著一種聲音 繼續做一些事情 去令到香港的好多事情可以成全 這也是侯存在的一個理由 所以其實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侯的工作 我們都會繼續努力 做到我們的工作事 當然我們這個星期 其實都出了一些節目 其實都可以跟大家推薦一下 因為這個節目功能 怎麼像以前我們小時候看大台的K-100 這個星期 剛過去那個星期都出了一些節目 我們可以講一講呢? 剛才其實Benson都已經劇透了一點點了 他講了什麼鬼呀? 狗毛啊 穿了一件狗皮上身啊 就是我們剛剛看這個Kusok語言 出了最新的一集 狗來了的上集 這個就會分三集來上的 現在剛剛上了一集 狗是像誰呢? 我們之前出了這個鵝來了 好,我知道又是誰做特首呢? 大家都心知肚明啦 應該就很有會心微笑的了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們這個節目 當然還有就是我剛剛寫完第一篇 我經常覺得 很多朋友都給我意見 對於我參與不同的平台 他就說很希望透過歷史去找出一些未來的可能 所以我就想一下 其實在我年輕的時候 我也是一個歷史科的老師 那時候我們在教那個課程 是19世紀的歐洲史 19世紀的歐洲史裡面 其實有兩個很重要的意識形態 一個就是民族主義 一個就是自由主義 所以在民族主義裡面 在19世紀 特別在歐洲的國家 原本呢 它在地的地方都是一個四分五裂 但是大家都可能是同盟同種的一個地方 他們當地的人呢 為了要渴望爭取一個可以擺脫外在勢力的控制 統治和那個枷鎖 他們差不多花了半個世紀的時間不斷努力 結果在1870年71年 造就了兩個新興人民族國家 德國和意大利 甚至也會對這些變化也影響歐洲的局勢 所以我覺得就是 似乎我可以用回以前在中學時候教過的歷史科的一些材料 再加上其實大家都很想認識歐洲歷史 特別是19世紀 所以在這個 我們都會在這個 就是中央傳媒發放的民族裡面 我就會分兩篇講到 關於用建國作為主題 那麼第一篇已經出了 第二篇也要等排期在不久的將來和大家見面的 大家真的不要錯過我們 我們每個星期都有些新的資料 和新的文章 放在我們的平台上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我們的工作 支持我們的工作 like我們的工作 亦都分享出去 令更多人知道 我們希望能夠駁進勉力 為香港保存一種聲音 希望大家支持 還有一個課題挺有趣的 有人把自己小時候的經歷和大家分享 那可不可以相關的部分 其實是講些什麼呢? 你是不是講我那篇文? 是啦 我回答給你 其實那時候也是受Benson的解法 有一次和他聊天的時候 他突然說 以前唱過什麼歌 可以和大家分享 咦?唱歌這家人 那我也對 是啊 唱紅歌 唱蘇聯的歌 以前小時候的兒歌 其實我還記得很多 所以不如以這個題材寫一篇文 所以寫了一篇叫做《我的窮年》 然後用一些兒歌 來串聯成為一個故事 當中我想帶出一個什麼訊息呢? 大家可以請而欲步去COO的Facebook那裡去瀏覽了 是的 那當然就不要錯過歷史大翻譯運動 我們不斷 也都是阿楊老師 歷史大翻譯運動那裡 都做出一個很大的功勞在那裡 還有我也看到就是 還有一個其實我們這次COO都訪問了一個嘉賓 叫李大成 其實這個訪問大致上是想說什麼呢? 那裡就是COO向未來的其中一個環節 我上個星期就訪問了李大成先生 李大成他現在來自英國的 實際上他在香港有二十年時間 都是做一些基層的組織工作的 什麼天水圍天光虛啊 虛市啊 康房啊這些他都關注的 不過他這類的社區組織者 大家知道了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就很難再 很難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所以他就來英國 英國之後他最近出了一個 英國留在英國香港人的研究報告 他有份參與的 所以我因爲這件事就訪問了他 上星期他就說給我們聽 他的研究的主要發現 同時最後我問到他 如何看在香港進行組織工作 變成那個訪問都給我預計中長了 大家去看看 嗯 好了 這個星期我們就做了這麼多事情了 很多精彩的節目 大家就請而入部 去瀏覽支持我們 應該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是的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知道大家現在香港就開始下雨了 希望這個星期就沒有那麼熱 也都喝多點水 還有繼續來我們的平台 還有一件事就是 就算我們以往的節目 都很歡迎朋友去看 因為我也相信我們節目 我們自己做的時候 都有一個意念就是說 我們節目不會是因為時間轉移 是所謂out 或者甚至是不能夠回應時代 所以如果有時間 或者不出街的 覺得OK的 歡迎大家繼續瀏覽 我們的平台的準備的材料和節目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星期 同一時間我們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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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